哈喽,Murid Murid 你们身边有没有朋友是很厉害画画的呢? 我们的Vuku Activity就有一位了 那就是Sandra的哥哥 好的,那我们就赶快打开我们的Vuku Activity Tahundua Jiliddua Muka Surat Tujo Pulo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Sandra的哥哥多厉害画画吧 OK,Murid Murid,Ini Muka Surat Tujo Pulo 第七十页了 Tulis Tarehari Ini alright,所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哈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篇理解文 OK,Activity Tiga Bina dan Tulis Jawa Pan OK,我们就要读这个Petika 然后我们要Tulis Jawa Pan OK,好,那现在我们来放大一下哈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一个理解文在讲着这个很厉害画画的Sandra的哥哥啦 OK,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句子哈 Abang Sandra Pandai Melukis Sandra的哥哥呢很厉害画画 OK,Lukis Sanya Sangat Chante 他的画呢很美丽 OK,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诶,这两个Katadasa都是Lukis 但是呢加了不一样的Imbohan 就变成不一样的意思了 OK,所以这个Lukis呢 他加了这个M的话 M-Lukis OK,就变成画画 OK,正在画画是一个动词 那Lukis San 他加了AM的话呢就是 的东西哦 他画出来的东西 OK,很美丽 那这个Nia的意思呢就是他的 意思就是Sandra的哥哥 OK,所以你看哦很神奇 对不对 Imbohan很重要 他会让Katadasa呢更贴切他要表达的东西 OK,来我们看下一个句子啊 Abangnya sering menjadiJohan Dalam pertandinganM-Lukis WOW,他的哥哥 常常在PertandinganM-Lukis 就是画画比赛呢 得到冠军哦 Johan是冠军 很棒哦 OK,来我们再看 Sandra berasa amat bangga akan kejayaan Abangnya 他感觉到很光荣 OK,什么很光荣 就是他哥哥的成就 他把哥哥常常得到Johan 常常得到冠军 他感觉到很光荣 OK,这个光荣呢 不像Sombong 不像骄傲这样哦 OK,光荣意思就是 哇,我的哥哥好棒 很厉害哦 OK,他也为他哥哥感觉到骄傲 OK,来我们来看第二段哈 Abang Sandra M-Lanjut kan-Pelajaran 哦,Sandra的哥哥呢 M-Lanjut kan-Pelajaran 是深造 深造的意思呢 就是读更多 OK,就像我们小学 小学 我们M-Lanjut kan-Pelajaran 去中学 那中学 我们还要再深造 还要再读更多 学习更多的话 我们可以到哪里 M-Lanjut kan-Pelajaran呢 啊,College哦 或者是University 或者是大学 所以M-Lanjut kan-Pelajaran 的意思呢 就是深造 OK,更进步 想要去大学啊 学更多东西 All right,看M-Lanjut kan-Pelajaran M-Lanjut kan-Pelajaran 他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Diam-Pelajaran 他的愿望呢 就是M-Lanjut kan-Pelajaran 成为一名很成功的画家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刚才我们看 Lukis的一个katadasa 加了m-就变动词 加了an-就变成 画出来的东西 那加了per-的意思呢 就变成 的人了 啊,画画的人 那就是 画家 所以IM-Bohan很神奇哦 OK,那我现在 先弄掉这个线啊 不然以为是这个下面的答案哦 OK,来 下面一段了 就是关于Sandra OK,那我再拉下面一段了 Sandra juga suka M-Lukis Sandra也喜欢画画 Dia belajar M-Lukis Dengan Bantuan A-Bangnya OK,在她哥哥的帮助下 她 学画 OK,A-Bang Sandra Menunjukkan Cara-Cara M-Lukis YANG-Betul 哦,所以 Sandra的哥哥呢 她就示范 OK,Menunjukkan的意思 就是示范 Cara-Cara 方法 M-Lukis 想不到 就是示范 正确的 画画方法 给Sandra看哦 因为呢,这一个 A-Bang Sandra呢 她就去深造 对不对 她去大学 学正确的 这一种画画的方式哦 而不是兴趣啊 她要从兴趣变专业了 所以这一个 A-Bang Sandra呢 就示范给Sandra看 正确的 真正对的画画的方法 Alright GINI 现在 Lukis Sandra Sandra 所以现在呢 Sandra的话 越来越美了 越来越好了 哦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Sandra跟她哥哥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她们哦 有互相交流 自己拿手的本事哦 就是都让对方 也跟她一样好起来 所以这个兄妹关系呢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哦 互相分享我们 拿手很厉害的东西哦 Ok 好的 那我们了解完这个A-Bang Sandra之后呢 让我们来回答问题吧 Ok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一题了 那我们可以用闪电理解法来回答这一题 首先闪电理解法就是 哥家找花钞 对不对 那我们先要哥掉什么呢 我们要哥掉 然后再把问号哥掉 Ok 那Mengabaga的后面呢 你可以加什么呢 他的朋友哦 可以是Gerana Ok 或者是呢 Unto等等的 就是我们要表达原因的 所以这两个字可能会帮助我们在上面的文章 找到我们要的答案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我们少见的字 我们要找了 哥也哥了 家也家了 现在我们就要找 好 我们可以用很少见的呢 就是Banga上去找 光荣 Ok 我们上去看 诶哪里有Banga 啊 在这里有看到Banga 有没有 Ok 那他光荣 什么呢 为什么他光荣呢 刚才我们说 他哥哥得到冠军哦 所以他感觉到很光荣 对不对 啊 不是这个 不是他成就啊 那他的成就是什么 就是 常常得到冠军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的答案呢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跨呼起来呢 啊 就是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题的答案 ok 好那我们找到答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我们的这个 完整的答案了哈 好那现在我们要做完整的答案的话呢 我们就要先朝题目先 Sandra Berasa Amat Bangga ok 来我们一起来写下来哈 Sandra Berasa Amat 阿玛的意思是很哈 很光荣 为什么呢 因为 ok 我们就选择用 Kerana 这个Kerana ok 那我们再来把答案写下来 好那这个不是句子的开头 所以这个Abangnya的这个A 我们把它变成小字母 Kerana Abangnya Sering MENJADI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MELUKIS YES 就这样啦 很快的完成了我们的第一题了 我们再来读一遍 check看我们有没有写作 Sandra Berasa Amat Bangga Kerana Abangnya SeringMENJADI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MELUKIS Bagus Alright 没有问题 第一题我们回答得很好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题了 ok MENJA PAKA AbangSandra MELANJUD KANPERLAJARAN DALAM BIDANG SENI LUKIS 为什么 这个Sandra的哥哥 他要深造在这个BIDANG SENI LUKIS呢 哈哈 来 现在我们先处理这个题目 各家找夸朝 ok 我们先搁MENJA PAKA 我们再搁问号 好 我们再把这个Kerana 或者是Unto 写在后面 ok 看我们等一下要用哪一个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Kerana Unto ok 我们就用这个MELANJUDKANPERLAJARAN 上去找 ok 这比较少见了 在哪里可以找到 yeah 这里MELANJUDKANPERLAJARAN ok 哇 一样的 Abang Sandra MELANJUDKANPERLAJARAN DALAM BIDANG SENI LUKIS 全部都一样 诶 这个句子都用完了 答案在哪里 哈 这边有解释 因为呢 他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MELANJUDKANPERLAJARAN 来咯 我们先从题目开始写下来啊 先看大家说一下哦 这一题会比较长哦 所以你们的字要这样 哈 写小一点 ok Abang Sandra MELANJUDKANPERLAJARAN DALAM BIDANG SENI LUKIS ok 为什么 我们就选KERANA ok KERANA DIA AMA MEMMINATI BIDANG YITU 哈 因为呢 他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所以他才选择 要成为这个 要去深造哈 然后没有兴趣的话 怎样去读 对不对 ok 在这里呢 我也接受另外一个答案 就是 他的愿望呢 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 所以他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的话呢 他就要很努力 学习更专业 让他自己更好的一个技巧 所以他才去MELANJUDKANPERLAJARAN 所以如果你要两个都写的话 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说 KERANA DIA AMAT MEMMINATI BIDANG YITU DAN BERJ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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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可以的 alright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三题了 Bagaimanaka Sandra Berlajarmerlukis Sandra 怎样学习画画呢 哈 来 我们来看看哦 首先不要这样紧张 我们先割加早话操 我们就先割掉Bagaimanaka 然后再割掉问号 ok 那现在呢Bagaimanaka的朋友啊 就是DAN OK 我们加在后面 哥勒加勒 现在我们就找 ok 我们用什么字找呢 可以用Berlajar 哈 我已经找到了好容易对不对 Dia Berlajarmerlukis OK 这个Dia就是Sandra 所以这三个字全中了哈 Dia Berlajarmerlukis 诶 DAN也有我们加上去的 是不是 啊 这个巴仙率就是很高啦 啊 他怎么学画画呢 就是他哥哥的帮助下他学画画 可能就是他哥哥教他画画啦 哈 alright 又找到答案了很简单对不对 ok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下来吧 ok 记得啊 Jawapan yang lengkap 仙超 题目 Sandra Berlajarmerlukis Dangan 哈 然后把这个加上去的Dangan 写上去 这里有Dangan 不需要两个Dangan 所以我们写一个就好了 那我们再继续 Bantuan Abangnya OK Sandra Berlajarmerlukis Dangan Bantuan Abangnya 好了 就这样啦 我们又完成了 第七十页的 Permahaman ok 所以鼓励大家呢 可以再重新读过你的这个答案 然后你的生字 记得要写整齐哦 ok 写在横线上 好啦 就这样啦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哦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你也可以Subscribe和打开小铃铛 以第一时间呢 看到我们的最新学习影片哦 就这样啦 下个影片见 Bye